保險理賠即將邁向智慧新時代 為了推動智慧城市生活 台北市政府與受險公會 建構保險理賠一起通平台 保護只要在醫院櫃檯填寫授權同意書 並且向其中一家保險公司申請理賠 就會透過受險公會的平台 通知保護的其他保單承保公司 一站式的服務讓理賠更快速 民眾只要在醫院的時候出院的時候說我同意 把我的資料給受險公會 受險公會就會去幫你通知 跟你有關的所有保險公司 看看你的保險理賠是哪一些 你不用再煩惱 你還要再去跟保險公司溝通跟聯絡 受險公會會協助 然後另外理賠就直接到位 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民眾只要簽一個同意書 然後上一個APP 然後就搞定了 那這樣子的話 將來我們預估 如果所有的保險公司 所有的醫院都加入的話 台灣就真正成為一個科技的國家 我覺得這個部分 對台北市來說 我們是當第一炮 每一家醫院它的系統都不一樣 它會有困難 對接上都會有困難 而且每一家醫院 它必須跟所有的受險公司來對接 這個工程就會變得很大 所以醫院一聽到這個 我要必須要跟每一家的受險公司 去做這個的對接的話 他們大概都是馬上就搖頭了 所以這一次剛好 因為我們市民這邊 那個雨淇還有我們的那個 那個衛生局跟我們的聯醫這邊 真的非常感謝 因為在你們的推動跟幫忙下 這個事情把它打通了 保險理賠一起通平台 將在五月三號上線 目前有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國泰醫院 新光醫院 以及萬方醫院的加入 保險公司部分 初步也有12家受險 以及兩家產險公司 其餘也將陸續加入 記者離席會台北報導